来来看到就是太平公主号历劫归来 现在呢救难人员 那么救起了这11名的船员跟船长之后 他们都说要感谢妈祖 因为呢妈祖真的是乌伯比哦 因为他们在上船之前 曾经跟基隆市的庆安宫会乡 庆安宫还特别送了一件妈祖的袍符 那么撞船意外发生之后 船员就看到说 这个妈祖的袍符就在海上漂浮 立即的就向妈祖来祈祷 结果11个人都平安的获救 他们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而现在船长说呢 要找机会来祝祝重生了 从到空总就医的太平公主号团员 赶到三总来集合 这回大家能够死里逃生 团员都激动的相拥而起 太平公主号的团员们哭成了一团 还不时的拍拍彼此的肩膀 加油打气 实名团员除了美国籍的汤马士 头部和颈部挫伤 还得要继续住在三总观察之外 其余的都能平安返家 结果现在是欢欣我们重生 对啊 另外有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 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侨朋友们 或者是关心我们这个太平公主号活动朋友们 他们都打电话来向我们质疑 所以我们也对他们特别的感谢 喜获重生 团长在前头表达对各界关心的感谢 团员在后头忍不住眼泛泪光 团员这回能在海中获救 其实也靠着这件救生衣 没有这件救生衣的话 我想我们不要的这个 I have to stand up like this All right 搭车前先来个深深的拥抱 船长给每位团员最直接的肢体鼓励 船长的女儿模特刘以丽也敢来接爸爸 太平公主号团员在生死关前走一遭 现在更懂得活着的喜悦 除了新闻蔡仲勋余路为宅宣 SNG小组 太报道